大家好,我是老谭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假网项目实战 还有一个网上商城 在我们前面两次课呢 给大家演示了整个项目的原型 以及呢对数据库进行了设计 那么本次课呢 我们开始要搭建开发环境了 那么在搭建这个开发环境之前呢 我们首先要对整个项目的结构进行一个解释 在我们开发一些大型的项目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对整个项目的进行分层 比较典型的呢就是三层结构 那么本次课呢 我们将会对三层结构来进行一些解释 先来看一下 那么对于三层结构呢 大家一定要心里非常的清楚 从概念上来说呢 它是分为表示层 业务逻辑层 以及数据访问层 那么对于表示层来说呢 它主要是为用户提供交互操作界面 这里最直观的一个例子呢 当然就是通过浏览器打开的网页 那么它提供给用户的 就是一个交互的操作界面 可以看到后端的数据展现在了表示层 也可以提供一个表单 由用户输入一些信息呢 往后端发 这是属于表示层 有时呢 也叫试图层 而第二个层呢 叫业务逻辑层 这一个层呢 它主要是负责关键业务的处理 和数据传递 业务逻辑层呢 在大线的商业项目里边呢 可能会非常的复杂 同时呢 也有可能使用一些 加把一的 一些比较复杂的规范 比如说1GB来实现 这里呢 需要大家理解 什么叫业务逻辑 实际上所谓的业务逻辑呢 它跟整个项目的类型有关系 每一个不同的项目 它的业务逻辑呢 差别非常的大 比如说 对于电子商务来说呢 可能会有这样一个逻辑 如果我们下了订单呢 我们可以给这个用户呢 一些积分 也有可能呢 我通过判断 这个用户在网站里边的等级 给一定的优惠 那么这种送积分 和一定的优惠呢 都是可以进行任意的配置 那么这种呢 我们就称为业务逻辑 有时候可能要做很多的判断 也有可能呢 需要用一些外部的资源 所以呢 业务逻辑应该是整个项目 最复杂的一块 好 当然在平时的这种学习里面呢 大家也不用特别去操心业务逻辑 因为这个跟实际的使用场景有关系 它是因项目 因客户 以及因需求而不同的 这个业务逻辑呢 可能跟很多因素有关系 我们不可能在学习的时候呢 把业务逻辑弄得那么清楚 它一定是跟具体的场景有关系 或者说跟用户的需求有关系 那再底下一层呢 就是数据访问层 这一层呢 也非常的明确 就是封装对于数据库的访问 因为对于数据库的访问呢 我们并不需要考虑业务逻辑 我们只需要对数据库的表 来封装呢 增山改查这些方法就可以了 所以对于数据访问层呢 我们有一个说法 叫Data Access Object 也就是我们写的是DAO 数据访问对象 那么在这个数据访问层呢 就需要封装一些操作 这个操作呢 是跟业务逻辑没有关系的 它呢主要是来访问数据库里面的数据 要么是查询 要么是增加修改或者删除 如果业务逻辑呢 它需要访问数据的话呢 它并不会直接去操作数据库 而是通过调用数据访问层的方法 来进行数据库的访问 而依此类推呢 表示成 如果它需要获取数据库的数据呢 它就需要呢 将这一个请求交给业务逻辑 业务逻辑呢 再去调用数据访问层 最终能够得到数据库的数据 那么这每一层呢 都会封装特定的代码 而不会混着用 比如说我们不应该在业务逻辑层出现 跟数据库打交道的SQL语句 那更不可能在表示成呢 出现SQL语句 这就如果呢 在学GSP或者Servlet的时候呢 你发现在GSP的加码代码里边 或者在Servlet的加码代码里边呢 出现了GDPC的代码 甚至出现了SQL语句 那么这都是在实际开发里边 不可能出现的 这是我们要极力避免的 这个可能呢 只有在平时学习的时候呢 会出现 好 那么这时候我们讲到它的概念呢 分为三层 那么这三层之间的数据传递呢 其实刚才我已经基本上提到了 如果表示成呢 它需要有数据呢 它是将这个请求呢 一层一层的往下传递 首先呢 表示成会将请求呢 交给业务逻辑层 而业务逻辑层呢 它需要将请求交给数据访问层 由数据访问层去访问数据库 来获取数据 获取数据的时候呢 那么相反的方向呢 一层一层的往回传 直到呢 能够在表示层上面显示出来 至于以哪种方式显示呢 这个倒不一定 比如说 我们常见的加外部开发呢 表示层一般是 HTML或者呢 JST 那如果说 表示层是加挖时问 这种客户端的技术呢 我们仍然可以认为 加挖时问 它属于表示层 所以这个技术上呢 并不一定非得局限在页面 好 这是说他们之间的传递方向 而对于设计原则呢 这个对我们后边的整个结构呢 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我们要搞清楚 第一个呢 是个层提供先的接口与实现分离 对该层的访问 只能通过接口进行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 可以用一句非常简单的话呢 来描述这个原则 就是针对接口编程 如果我们每一层呢 都有相应的类以及方法 那么很有可能的传统的方式呢 我上一层 定用下一层方法的时候呢 是另一个下一层类的实例 然后再打点定用其方法 但是对于分层结构的设计原则呢 它要求你每一层都有相应的接口 然后呢 通过接口来进行访问 好 这个呢 大家先记住 我们下次课呢 在真正搭建这个环境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这样一个原则的具体实现 第二个呢 是底层不能依赖高层的功能 这样设计避免了结构的复杂 我们底层呢 该怎么写就怎么写 你不要管上层怎么去调用 比如说在数据访问层里边呢 我们设计几个方法 比如说增三改查 我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呢 来封装这几个方法 我们通过单元测试 这几个方法呢 也没有问题 那么这一层就已经实现好了 那么上一层的调用呢 不能够影响下一层的实现 那你下一层是用JDPC防数据库 还是用Hablet 还是用Nibadis 都跟上一层没有任何的关系 我提供给你上一层的 就是一个接口 以及里边的方法 换句话来说呢 上一层根本不知道下一层 到底是用什么来实现的 这样呢 就能够把这两层之间呢 进行捷偶 当然结构呢 会更加的清晰 对于这种捷偶呢 我们就需要依赖于看扬框架 实不认 第三个设计原则呢 数据流是双向交换的 这个实际上根据刚才这张图呢 我们已经体会到了 数据呢 可以从界面 也就是表示层呢 一直往下边传递到数据访问层 然后到数据库 也可以呢 通过数据库呢 获取到数据之后 经由数据访问层 传递到业务逻辑层 然后再传递到表示层 来进行展现 这都是可行的 好 这个呢 比较简单 但是呢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数据 到底以什么样的方式呢 来进行传递 对于我们后边呢 在实现这个数据封装的时候呢 我们会有一个实体类的概念 就通过实体类呢 来进行封装数据 来进行呢 每一层之间的数据传递 好 那么最后呢 我给大家简要的总结一下 对于三层结构 它的好处 这个好处呢 主要体现在 能够将各自擅长的内容呢 封装在一层 那么当每一层改变的时候呢 它不会影响到其他的层 就比如说刚才我说的 数据访问层里边呢 可能会有 各种不同的实现 那么对于上一层来说呢 它根本就 不用关心 到底数据访问层 使用的是哪种方式来实现 而且数据访问层的技术呢 可以有多种 你任意的调整 任意的修改 那么上一层呢 是完全不受影响的 这个呢 就能极大的增加 这个项目的灵活性 那么在本项目里边呢 我们仍然会采用 刚才我解释的 这样一个三层结构 来设计我们的项目结构 好 那么下节课呢 我们将通过开发工具 MikeLips 来搭建三层环境 那么接下来呢 就会引入三个框架 进行基层开发 好 本次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